严征社区为传统的农耕社区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新著名人口加入 让农村社区注入相当多的外来元素 在相关单位的辅导及协助之下 与社区举办了一国创新料理的比赛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及学生组队参加 为社区增添了许多活力 食衣住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国税局和原政社区 来举办我们一国料理的美食比赛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在地的这些烹饪的大师们 还有我们这些新住民他们的一个融合 来作为今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较劲的场合 那可以看出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比方是大家都很忙碌 尤其家庭主妇平方是对家庭的环境整理得好以外 有的人也是要处理万地贪钱 这也是上班顶顶 那今天可以大家帮忙 把我们平方是很好的这些烹煮的这些手艺 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融入一起来做一个比赛 由于竹山地区有相当丰富的在地农产 我们都会想说亲爱的我们把竹山的所有料理通通搬上桌了 那也希望说很多游客来到竹山 然后在竹山的桌窑里面会看到很多竹山的特色 然后带着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创意 回去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竹山除了地瓜茶叶以外 它的酱笋 它的麻竹笋 都是非常棒的 再来竹山的三芹菜 也是非常好的 那在今天的创意料理里面 他们展现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以他们为师 我以他们觉得喜悦 那在地农产品的话 他就是注重在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譬如说南瓜啦 笋子啦 然后我看他们入菜的话 有用到酱就顺 我觉得超棒的 他现在就是跟新住民结合在一起的话 他把新住民都融入在我们我国里面 他们就是跟食材也都把它融入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棒的 有分四个组 那我们第一组是属于健康组的部分 那健康组我们在评分的重点 大概是着重于他们在食材的搭配 然后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要素食的 看看他们在食材搭配的部分 有没有符合到健康营养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着重于在这个部分比较多 然后再来可能看一下他们的口味味道 那食材搭配融不融洽 看看整个搭配起来的外观美感 就是大概我们最主要评分的重点 那他们的食材是利用在地的一个竹笋 还有红薯 对那笋子做一些加工的料理 还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做区别 那我觉得异国料理里面 他们加来台湾融入了他们异国的一个特色 就是口味的强调特别比较重 那还有一个今天比较创新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有用爪哇的一个咖喱来做特色料理 还有一个辣味 对那突破了一般来讲我们台湾传统的口食的一个取向 那很高兴看到那个新住民嫁来我们台湾 能够融入我们台湾的烹调技术 成为台湾就是不只烹调 还有婚姻 还有一国料理 成为一家亲这样 艺员许书霞也表示 此次安排这样的活动 让各式的饮食文化在地方相互交融 创作出相当令人惊艳的餐点作品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类似活动 让民众生活更加富有趣味性 此外议员也特别感谢辅导协助办理比赛的相关单位 透过活动还能够宣导相关国家的政策 是一举数得的好方法 每个老师他的评审的一个方式不同 不过我感觉所有老师都愿意我们把这些美食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些美食 可以借由我们的彼此的一个切磋 料理的一个结果 大家也来做一个共享 比赛起来的话我觉得说 其中有不少的一些乐趣 因为不是说很正式的一个比赛 但是又让我们这些参赛者 也感觉有那种竞技的这种心态 所以底下这种场合真的是蛮有趣的 在这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税局 因为国税局它是一个比较 大家感觉比较不同的一个单位 在平场里面他们一直希望说 借由不同的一个场合来宣导说 我们一些税务上的一个应用 跟税务上跟民众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地方跟社区来结合的话 我觉得说原生社区也非常的配合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新住民 那新住民他们在这边也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就借这次的活动 希望说能够跟他们互动 然后希望说新住民在这边过得快乐 远嫁来台的新住民 对于台湾的传统饮食文化都相当肯定 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 与地方的文化融合 进而创造出新异国口味的台湾小吃 此次参赛的选手包含民众及学生 参赛的队伍对这样的比赛都感到获益良多 从彼此的切磋与交流当中 参赛者能够获得相当多的不同经验 这番薯面是我们竹山在地的 然后我现在他们家做面已经80多年了 然后我们就把番薯面跟就是现在接看 就做一个结合这样 就是想推广一下我们竹山的在地 然后加一点创意的食材 我准备的是吃木鱼 还有小黄瓜 还有胡萝卜 然后就把它卷成一个鱼卷这样 然后这种东西可蒸可捐 也可以焗烤 那也可以加一点梅酱也都很好吃 很好料理的一个食材 有交流的感觉 因为来这个地方可以学习到不同的那个料理 还有可以增进自己的那个知识 就是比赛因为我们老师的话 我们在提升自己我们校内的竞争 然后好不容易有校外比赛 所以我们想要生取这些机会 然后多多观摩校外以外的选手的作品 过我想是因为我们拿一般的水饺的话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创意 但我们里面的内馅 有加了我们独特的虾姜和肉姜 然后用独特的方法下去做 所以我们外形也是把捏成一只金鱼的形状 所以吃起来的话 感觉外观视觉都不错 然后味觉的话口感也是不错 因为里面咬下去它会有汤汁 所以我觉得都是看到很多校外的 或是婆婆妈妈他们的作品 这边的在地美食是属于植汉地瓜 其实的话这种都是很好的题材 然后拿来做料理的话也是蛮适合的 觉得可以吃到他们不同的 因为像有一个咖哩他是印尼人 然后他咖哩真的是他自己去调的 跟我们一般市面上吃到的咖哩就真的是不一样 对 而且他有想到要把那个 他们家种的茶叶跟昂吉一起做结合 在地的民众对于一国文化的料理也占不绝口 尤其许多新住民在地落脚后 与当地的婆婆妈妈逐渐培养出身后的感情 也让在地的居民感受到新住民的诚意以及友善 文化之间也日益融合 好有特色啊 作有特色啊 创意 创意那样是 我是感觉说 是在地的跟外面都不太感 一边吃得爽的 这边比较不 这样可以 这样大家融合得都不错 就这样练锅练锅啊 裹的就是他们可以想到这种 用我们在地的食材做出一不一样的料理 然后呢 可以研发出更多特色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严正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但能够让社区内的新旧住民彼此交流 也希望既这样的活动 让社区能够更加活络 进而宣传社区内相关的农特产业 很感谢这次国税局中区竹山镇竞争所来这边办理这个烹饪美食的比赛 那因为我们严正社区呢 目前都举办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很多了 那也很高兴他们找我们来合作 那我们进地主之宜 我们除了邀请一些我们的家政班人员来帮忙协助以外 那也邀请一些我们自己的太古队啊 或者是严敏国小主任所带领的他的乐团啊 都来这边帮忙再协助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活动在有在地特色之外呢 那也把我们在地的产业 还有一些我们的文化都一起宣扬出去 我们是来自南投县的各个学校的 具有热门音乐专场的老师 那在各个公益活动的宣导里面 我们都很希望发挥音乐的教化力量 把社会风气能够变得更祥和更正向 所以我们利用许多的休闲时间 参与各种社区的各种政府团体的这种宣导活动 那我是在严敏国小服务 我们严敏国小跟严正礼 跟严正社区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 我们学校在举办亲子教育活动的时候 也是这边严正社区相当热情的支持我们 那他们这边有社区评鉴活动 我们也会用学校的社区 来这边做一些互动 那未来很希望我们在这些 社会风气的导政方面 或者是在音乐风气的提倡方面 也能够多多有机会 发挥我们这些音乐老师们 这些民歌老师们的专场 结合在地的这些风格 这是我们产自于在地的 希望我们把整个好的善良风气 借用我们的音乐专场把它带动起来 医院许书霞表示 人政社区应过去为传统的农村社区 区域内以传统农业较为发达 也因此现居人口大多为老弱俘虏 借由活动 让社区民众总动员 也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新著名的加入 对于社区来说可以增加年轻创新的元素 尤其新著名飘洋过海来台 需要相当多的关怀及协助 医院也希望在地民众能够多加给予协助 让族群之间的融合能够更加融洽 尤其我们看到严正社区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也是属于说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社区 一些年轻人都在外面探测的时候 都算一些比较年长的这些长辈住在家里 那不过今天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新住民 还是我们在地的这些妇女们 她们一起出来 就真的是把我们整个社区动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各项的一个活动 都有它不同的一个含义 也希望说这有我们今天的一个美食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比赛 可以让我们彼此更加融合 那不管说我们外来的这些新住民们 还是我们在地的这些妈妈们 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来做一些烹饪上的一些较劲 我相信也可以让彼此的感情更加融洽 那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新住民来到我们兰头县 尤其在我们的十三乡镇里面 那祖山也不少我们的新住民来到我们的社区 我相信这个团阅我们的新住民 愿意嫁来我们的台湾 尤其他的文化 语言 他的生活形态都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地 我们的台湾我们的这些乡镇 应该要多多来包容我们这些新住民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勇气来到我们不同的一个国度 来到我们的台湾 来到我们的祖山 他们有他们的美丽的一个梦想 他们也希望说在这里找到他们的一个幸福 所以在这里也忙碌我们在地的 我们的这些乡镇朋友 那如果出品嫁边有我们的这些新住民的时候 我希望说我们大家给他们多多关怀 让他们觉得说有一种新家的这种感觉 我相信会让你整个要融入我们社区的时候 他心情会更加的安定 然后更加的适应我们这边的家庭 适应这边的生活 这点是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忙我们新住民的 尤其能够看出来的 我们这些新住民有的都非常的年轻 那他也希望说把他的后半生 他的一个幸福 还有他的一个未来 寄望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那也希望说我们家庭部分 我们全家来包容他 来接纳他 然后社区来一起来欢迎他的话 我相信这是我们台湾的这些未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宝岛 尤其我们的祖山也是非常亮丽的社区 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社区建立的更亮丽 让我们来的这些新住民 还是我们在地的这些民众们 大家一家亲 把我们的未来 可以推向更好的一个幸福祥和的社会 南投县委农业县 有许多乡村的人口结构都已经逐渐凋零 新住民的迁入有时正是可以 弥补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城乡问题 而且县内丰富的农特产品 正好是新住民料理文化中最佳的食材 透过县内油脂的农产 让异国料理更加丰富美味 也是让新住民能够维持生计 更快融入社会的最佳方式 民意新闻雄心仪杨志凯 专题采访报道